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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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早上八点多就去医院了 做一些准备 把他推进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产房外面去等待 小孩出生的那一刻 把他推出来 我一直在外面 感觉挺焦虑的 也担心老婆 也担心小孩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当孩子推出来那一瞬间就觉得 可能意识肯定是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再有一个就是 突然多了一个人 需要我去照顾 需要我去承担他往后的一切 就是觉得自己当爸爸 突然那一下就是 觉得自己责任真的是很重大了 毕竟爸爸和女儿是这种关系吧 因为我现在每天看起来他就 就喜欢他不行 就是总想和他 因为他现在还小嘛 每天可能睡觉多一点 互动少一些嘛 就是还没有 可能会大一大的时候互动多了 就更离不开了 现在就是觉得他想干什么 就会无条件地复苏的那种 哎呦 可怜呢 哎呦 不能复苏眼儿的 复苏来了 哎呦 又哭了 不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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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脾气可急了 他现在没小孩嘛 完了之后他看见了肯定也是 就是也是好奇心比较强嘛 玩得加上也很喜欢 因为我们从小已经长大的 就是时下关系不错 就是他来了之后也是把 就是他想认她当干女儿嘛 就是那种也是想 就是把自己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就是也是特别喜欢的 正好赶上他来那天 就是玩天那天嘛 就比较巧 我们不发了一个微博嘛 肯定 首先肯定是不舍吧 就是和和女儿分开 肯定心情特别不舍 但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还有事业嘛 就是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取舍的 可能给我就是那个关注最大的 应该就是那个北京的这个大护衩吧 那个标志可能比较熟 因为我家离那也比较近 可能其他的我对北京就了解不深吧 就是在北京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对北京这个很多地理位置可能还不是特别透彻 可能在以后可能让孩子出生之后 未来上游乐园上学啊 可能孩子都会在北京 可能未来的在北京的生活时间会越来越长了 可能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会发一些关于我现在现状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表现 也是对我自己也是 就是可能也是想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我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首先我可能从小打球吧 就是一个有特点的球员 对于我给自己的定位 可能也是就是去巩固我自己的这个优势 在场上打球的时候也是摒着这种圆角 去展示自己的特点 可能平时训练当中啊 包括比赛当中 可能就是对投篮这方面的可能出手啊 包括这个进攻中间比较多吧 可能大家就是可能这种标签也是通过我的训练和比赛当中 去给大家呈现出来的 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我可能就是投篮标准 标签是神射手啊这些 我觉得都离不开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吧 我也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这个抗科吧 因为之前我在辽宁三年也没打上球嘛 完之后从辽宁出来 就一直也没有放弃 就是自己有这个心理的一个目标吧 就是想去在球场上证明自己 完来到山西之后 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上场时间之后 也达到了觉得自己能达到的这一个水平嘛 我觉得科比是可能咱们这代人甚至就是几代人 就是都比较崇拜的球星吧 因为他不管是在场上和场下 包括他的训练 就是这种历史性的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这代运动员来说 其实都是就是很大的这个激励吧 所以说他的这种精神肯定对我们 不管是去练还是比赛当中 肯定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也有很多地方都是会向他学习 不断的去提高啊 包括那学练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很多方面嘛 就是说都会去向他学习 因为这个赛季球队这个有一些变化吧 包括有新的教练 新的队来融入进来 可能对球队来说都有一些挑战 那可能前期有一段时间 球队这个成绩不太稳定 包括这个新的教练带来新的东西啊 包括新的队友之间的磨合吧 这一方面种种原因吧 可能给球队带来了这个成绩上的下滑 可能我作为球队的主要球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需要承担更多的 可能在每场比赛 在上场时间上啊 包括这个得分的任务上啊 方方面面吧 可能都要去做的更多吧 山西队是我直接生涯的第二支球队吧 我从小在辽宁长大 就是在辽宁打了三年之后 剩下的六年时间都是在山西队 度过的吧 山西队给了我很多吧 可能我之前也说过 他给了我展示自己的舞台 我呢有现在的包括成就与数据吧 可能都是山西队这个舞台 是成就我的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山西队就留下了很多 美好的东西和印记吧 因为这座城市的球迷对这个 这支球队是非常热爱的 也非常支持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目共睹吧 每场比赛不管成绩好坏 都有这个固定的一批人来到现场去支持球队 这对无形当中对球员来说 就是会有很大的信心 包括我自己 就是说不管是发挥好与不好的时候 可能背后都有这个 这么强大的球迷去支持你吧 对我来说就是 山西队不管是球员 管理城啊 包括球迷啊 在我在山西队这六年当中吧 可能是给了我就是很大的这个帮助 现在已经有家庭了 有孩子了 你必须要 你不能说 你只有事业 你不管家庭 也不能只管家庭 你不管事业 可能这就需要 我自己看是怎么去分配吧 在家庭这块 也能照顾的情况下 把事业也要做好 这可能就是看我自己的能力 毕竟山西 给了我这么多的 就是这么多东西吧 让我能在这个舞台上 有所展示 我的第一选择肯定还是想 就是继续为这个球队效力 把自己的这个能力都能发挥出来 在场上 不管是 作为一个老队员也好 作为一个球队 主要球员也好 就是发挥出自己的 该有的作用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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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